两岸风险很高 美中之间的喊话跟呛吓 也到了个新高点吗 这个是在香格里拉会议上面的对话 董军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 第一次在这个国际亮相里面 要讲台湾问题 结果呢 一直谈一谈 主持人想打断他 想问哪里要谈谈俄乌啊 中东啊等等 想不到他坚持 要讲完这段台海关系的问题 听听他怎么说 先把这个台湾问题讲完 因为就是我们核心利益的核心问题 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问题 要继续坚持讲完讲什么 他说对于表态 对台湾更对美 美方违背两国建交的郑重承诺 形容外部势力 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 图谋以台制华 严重助长台独的气焰 甚至董军还针对美中台关系 发表了尖锐言论 除了批判赖政府 是剑指华府 这段谈话其实是讲给美国听的 显示520之后 美中的战略已经互相的持续 更深的猜疑之外 台海情势不乐观 他们认为就是美方操控了台海今天局势 走到今天 那么核心里拉对话里头 甚至直接批菲律宾 在美国的山洞底下 才会在仁爱礁碰瓷吗 虽然没有直接讲是谁 但是他形容人为的去撞个汽车 我觉得这好像有听亮哥的谈话 亮哥就这样说的 碰瓷嘛 人为的去撞个汽车 然后倒在那边 给大家造成景象 看到我受伤了 我是受害者 可是环石报导 菲律宾以所谓的确保中国 不会在掀兵教导 也就是有各种45天 实质准坐摊的做法 是不是在讲这个 是不是在准备创造一种碰瓷的概念 国防部长董军还特别强 有的大国 大国是谁 闯入南海 不是霸道行径吗 听听他怎么说 但是你开着车 不走大路 你闯到人家家里去了 他不让人家 他不让采取行动 这叫什么自由啊 如果说 这叫航行自由 那我们的法治 规则在哪里啊 讲话都很直白 对不对 对象是谁 对着美国讲 对着菲律宾讲 清清楚楚 所以中国警告的是 对美国在南海 挑衅行为的克制是有限的 所以在这场国际的这个 先来聊对话里头 讲给美国听的就是这个 亚太地区部署的弹道飞弹 跟中国发布警告 面对侵犯和挑衅 中国保持了足够的克制 但也是有限度的 这个限度是在警告美国 那当然这场会议里头也出现了另外一个 很受关注的人叫做泽伦斯基 陈森斯基一开始被说很意外出现在这里 一开始讲了关于美国的军事援助等等的议题 但他甚至罕见在公开指责中国大陆哦 那指责什么呢 他说俄国利用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利用中国的外交官在扰乱和平峰会 没有去参加 其实他自己也没去参加 那我们不期望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 但是也没有要求他们 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 不希望中国继续提供俄国国防援助 让我们乌克兰继续被打 董军也直接在回应的时候讲 中方没有协助普清 在战争的所作所为 这个时候媒体就问了 那泽伦斯基要求跟你见一面 你要见吗 听听他怎么回答 就是一抹微笑带过了 所以要见吗 显然也没有这个意愿 但泽伦斯基直接公开指控 他是反驳的 那当然泽伦斯基说 要指控大陆提供国防军援的时候 有一位徐辉少将跳出来劝 泽伦斯基考虑 乌克兰人生命的价值 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拜登讲过一句话很恐怖 他特别提出来说 会支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如果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民到底为什么而战呢 人都没了 人都死光 只剩下一个人到底为谁而战 为了拜登吗 亮哥 这次董军在香港里拉会议里面 每一个强硬的谈话 甚至也很直白 而且是开战的这样的氛围吗 亮哥 那个香港01有一篇文章 比较董军跟以前四个房长对台湾的发言 那他发现有三个地方明显不一样 第一个是用词严厉口气加重 他讲到了粉身碎骨 自取灭亡 以前没有讲到这个程度 没错 那第二个是针对性强 直接点名赖清德 他说国来办大概还会讲说台湾地区领导人 那他是直接指名道姓 那第三个是他第一次提到反分裂国家法 就由房长来讲 而且直接讲和平统一的前景正遭到破坏 这个房长不太会这样讲话 所以昨天蔡政员才会有那个感觉 说这个很不寻常 不寻常 所以他会这样讲话 当然有他的用意 就表示 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跟这个Austin 谈了75分钟 两个人关系也是剑拔弩张 那我们知道Austin后来提出一个 说你要确定 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会接吧 所以我觉得Austin讲这话 这个美国人做事是很实际的 就是他真的担心会发生状况 所以这里 如果中国跟美国话都讲到这个那么白 然后Austin又说 我打电话你要接 这就表示我认为美国未来要控管台海的 军事的情势 还是会认真处理 因为这个不会只有台湾 因为你如果说中美 他如果认定就是你 你把局面搞成这样 因为他认为资金的那个美国是知情的嘛 那可能会波及很多地方 比如说对菲律宾 对菲律宾恐怕他也不客气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亚洲地区的冲突 你现在只要扯到是 有这个领土纠纷的啦 军事性的 我认为他的动作都会加码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可等闲适之啦 这个 所以 坦白这个局面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啦 因为真正的源头是赖青的自己嘛 现在陆委会你出来讲说 哎呀旅游啊 陆生啊 我们都可以考虑啊 这个不是同一个层次啦 我们讲白了啦 回不去了 那不是回不去了 就是你政治要处理嘛 因为蔡英文以前 再怎么样讲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他都是有加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 所以他不会直接讲中国对台湾 是 他多少都会讲北京当局啦 对岸啦 两岸啦 那这些文字在赖青的用语里面全部消失 完全把模糊 完全消失 是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两岸 或者是对岸 北京当局 大陆 台湾这样的说法啦 他就是全部都是中国台湾 包括他去花莲 去台中巡视部队 都是这样讲话 所以等于是让大家都没有下台阶嘛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啊 那我觉得这个美国光是看他的就职眼说可能感受不到啦 那可是真正做起来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当然台湾还有大陆都知道他那个就职眼说的真正的严重的意涵啊 那美国也许就没有读出这个东西啦 那可能就说有那么严重啊 互不隶属不是大家都在讲 中文 语义的差异他不了解吗 我跟你讲就是互不隶属大家都在讲 后来有人就去查过去的两岸的文件 没有错有人讲过比如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讲过说以一个中国为指向 两岸互不隶属 那有前提啊 对对对对 就是人家都是有前提的 就是都会加上一些模糊的地带 让两岸还有点特别的关系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是啊 那赖清德是全部都直接都不要 切断了 都直接旗帜鲜明这样对着对着杠嘛 所以你当然找不到回血 在这场会议里像李拉会议有多边的关系持续在被关注当中 包括了美国当然主角只有中国大陆跟美国嘛 但美国的做法呢 Osting继续跟日韩两个人另外在场边的三边会议 以致同意要强化安保合作 把高层的政策磋商信息共享 联合训练机制要来制度化 今年夏天要继续多做几个多域的联合军演 告诉这个也算是回应给中国大陆董军的谈话吗 他们会有多域联合军演的自由刀刃继续来进行军演 所以双方关系如何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跟韩国的关系 前阵子不是还刚结束中日韩峰会吗 不是关系稍微解冻了吗 以这件事情来看 时隔的九年韩团所谓的禁韩令 是2016年所发布的 为了要报复南韩部署 萨德系统也是跟美国有关 那现在限韩令总算松绑 从2023年中国开始 试水温开始 第一个开放叫K-pop的签售会 近来更有消息说 釜山独立乐团也有机会到北京去办演唱会吗 那韩团这个全球市场就中国打不进去 如果进去这个市场有多大 当然是要咯 所以现在韩国跟中国的关系 除了在这个所谓文化创意产业之外 中国已经成为韩国商品最大输出国了吗 超越了美国 这个数据告诉大家 这是五月的贸易数据 中国出口数额113.8亿美元 创2022年韩国10月以来最高值 那美国呢 其实才109.3亿 直接超过去了 告诉大家说 中国跟韩国的关系 成为越来越紧密 有反转的迹象 一边虽然也要做军演啦 但南韩大邱市长做了一件事情 他公开的表示 台海终将统一 判获赠大熊猫 那这个大邱市长啊 甚至跟中国驻韩大使见面 在这个谈话里头 公开的发布是 热切邀请大熊猫来 然后坚持一个中国 台海两岸 就是一家人终将实现统一 那应对下来 在中国的网红 有上传的影片 炫耀自己是 晋国神社的 这个涂鸦便逆的当事人 说啊 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 目的是伸张正义 所以这个互相的关系 是非常多元 那甚至各自在想办法 多边关系在表态嘛 那中东呢 我们继续来看看 中国跟阿联酋 联合声明 要进行军事交流 这是6月2号 中国的外交部 公布的两国声明 这个声明里面 有47点这么多 但其中重点在于 中阿愿意在国防 军事安全领域里面 展开经济交流 经验交流 而且计划 核能项目跟合作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代表 中国大陆在这一块 已经越来越深入 甚至军事上面 碰触的范围 越来越深入 而且甚至中东的石油巨头 还传出来说 要投资大陆的大模型 这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 说中东石油巨头 这位沙特阿美旗下 有个风险投雇的 投资公司 即将管理的这个基金 要投资AI 人工智慧 到中国这里来进行 大规模的投资 关系这么的紧密之外 看看美国呢 美国支持以色列 中国就展示 它跟阿拉伯关系很好吗 华盛顿 史丁森中心的分析认为 美国领导力在失血当中 不在美国说了算的时候 加萨危机更是让他 在国际的形象上大受冲击 中国选择站在阿拉伯世界 国家的其他人 这一边的话 正在加大影响力吗 而伊朗外长 特别召见中国大使 这个问题也在帮大家很关注 他目的是为了抗议跟阿联酋 有争议岛屿的主权问题的时候 中国好像有一些在发言上面 他有意见 但重点在于 他还是希望 中国能扮演调停的角色 让双方有进一步 对于所谓的岛屿权 有更多的谈判或沟通的空间 咸安众大陆在这个领域里头 已经变成一个和事佬 有更关键的影响力 亮哥从日美韩 想要进步加深更多的演习 再看到中东 韩国当然有很多制造业 遭到中国的产业的冲击 从手机开始 到成熟制成的半导体 然后到汽车 到造船 到OLED 所以当然他出口到中国就变少了 所以他现在在争取什么 他现在在争取服务业 因为中韩FDA 如果能够升级到2.0版 那就会包括服务业 那韩国的服务业 我认为相当有竞争力 因为我到上海就有看到 有一家咖啡店叫MAN M-A-N-N 那个相当 盖得相当豪华 那韩国店 那跟比方讲 恒流 K-POP 你有市场的 所以他当然要想想方设法在服务业赚点钱回来 不然这个赤字我认为会越来越大 那日本难度比较高 说实在 可是可是现在中国大陆还是愿意大家来谈中智函 FTA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大概发现CBTPP要参加没那么容易 因为美国有否决权 因为墨西哥跟加拿大也是要尊重美国的意见 那这个是共视觉 所以如果CBTPP没有那么容易 那这个对台湾也是坏消息 因为中国如果被美国否决 台湾也被中国否决 所以你就变成 所以他才去弄中日韩 那这个当然也是一方面 要跟美日韩来做平衡 这个大家都了解 那中国对外的影响力 我觉得一带一路是先穿透了非洲 那接下来就是东南亚 那现在聚焦的就是穆斯林 应该说广义的穆斯林 那中东当然是最明显的 这个就有人讲一个政治笑话 说拜登两年之内就把中国俄罗斯 伊朗打在一起 中俄一嘛 对不对 那后来有人说不是 那个一是伊斯兰 那全世界的伊斯兰有47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加沙战争 真的是得罪了全世界的穆斯林 因为我最近看到 那个新加坡有一个很重要的智库 他做了一个好感度的调查 那美国在马来西亚 印尼还有文莱 爆叠 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穆斯林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真的很大 所以这连带的当然就使得 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 得到空前的优势 那最明显的就是阿拉伯世界 这个最明显的 而且他又促成了 顺尼派跟什叶派的和解 那现在也要促成 哈马斯跟法塔赫的和解 这两个难度都极高 那结果他竟然都做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 确实美国现在在中东 要再来主导已经非常困难了 因为穆斯林已经知道 你的本质就是什么 你对以色列支持到 可以不讲任何是非对错 就是这样 这个是在印度 印度他们现在在竞选 那莫迪本来是很有信心 结果现在甚至还喊出说 他一次在国会里面要拿超过400席 结果选完之后发现 他是当选了 他现在确实是连任成功 但是问题是 他的国会竟然已经没有办法 拿到400席之外 还掉了大概有63个席次 变成了所谓的 没有单独过半 他就得要去寻求跟人家来结盟 这么一件事情呢 跟原本国际间所听到的 他们所喊出来的大乡进庭 所以呢 印度股市大跌四年来最惨 甚至呢 这一回他们讲的问题在哪里 哎呀 可能又是美国那句 问题在经济 高失业率呢 现在被说 不抵莫抵个人的政治魅力 所以选民依旧不买单 给他一个信号 告诉他经济搞好才是重要 而台湾这边呢 则被发现我们的总统赖清德 其实第一时间就祝贺莫迪连任成功 那同时呢 还说哎呀希望在莫迪领导之下 我们可以扩大在经贸科技 还有其他领域的合作 甚至呢 在这一篇po文里面还说是破百万浏览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好但是呢 大家在说这个真的叫做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实伙伴吗 这个暴露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呢 当然对于印度来讲 他现在呢 美国认为他是所谓的抗中之间的一环 承认他是个盟友 可是印度跟中国之间是不是真的美国就会站在他这边 其实现在大家也打一个问号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卫星揭秘了 说对岸的歼20部署在中印的边际这一边 印度方面觉得是军事威胁升级的明确信号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歼20 他配备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 所以呢 印度这边就觉得这个对他们造成了威胁 甚至呢 他还喊了什么 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充分准备 还说不只是边境这一边呢 如果说跟海域这边有宽的 我们海陆空通通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只是印度的军事一直以来 很多人喜欢看 因为呢会有一些小花絮出现 比如他们最近一直在讲的这个布拉莫斯导弹 这个算是他们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利器 可是却被发现 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军事机密 竟然被这个巴基斯坦给知道了 巴基斯坦跟他们不是那么样的合码 那怎么会知道的 啊 是难过美人关啊 竟然是跟美人际有关系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上一次他们在买航母的时候 说也是跟美人际有关 那个时候呢 说是印度这一边去到了俄罗斯 然后被人家色诱之后被拍下布亚照 所以呢 后来买的航母贵了1.5倍 虽然他们讲这两个东西没有关系 但是这一些其实在在的都让大家在看印度的军事新闻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 哦原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回过头想要请教亮哥 怎么样来看 国际之间啊 大家对于印度这场选举 很多人都讲啦 莫迪之前这么有底气的原因 那个时候股票还一直在涨嘛 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声量很好 声势很好 结果选出来 好像有点让大家觉得啊 他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看 我不是只有他意外啦 全世界都意外 因为民调都不准 嗯 这个可以说是中下阶层的大反弹嘛 那中下阶层投票率会这么高 我觉得他出乎他意料之外 因为他基本上是比较轻市场的 他在 他在那个原来当省长的时候 大家就说他是印度的广东省嘛 他就是主张改革开放的 那没有错 他当两任的这个总理啊 坦白讲他是蛮有贡献的啦 他这个基本上 至少从2014年就开始搞印度制造 嗯 那我认为到现在确实有搞输一些名堂啊 比如说苹果手机确实就挪过去了 有一些东西都基本上有发展起来啊 那第二个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打让印度逐渐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啊 嗯 以前地方的贸易壁垒一大堆啊 是 现在还是有壁垒啦 可是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 以前在做在印度做生意非常辛苦啊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是觉得他 可是就是 这个坦白讲就跟邓小平一样嘛 邓小平就是改革开放 要先让部分人富起来不是吗 那就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去骂 嗯 那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贪污腐败 嗯 完全一样 我跟你讲啊 那印度就是三大财团啊 什么阿达尼啦 有三家财团啊 还有塔塔啦 还有另外一家 这三家占了印度的整个 这个GDP的20% 是 那当然就会造成很多富人啊 这是事实嘛 那穷人 坦白讲他有两个部分没有处理好啊 那选举上引起大反弹 一个就是穷人的反弹 中下阶层啊 那所以我看到美国有一个报纸啊 他说印度不敌 每日收入4块美元的穷人 我就下这个标题啊 我就下这个标题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宗教矛盾啊 因为他对穆斯林跟席克教 实在太凶狠了啦 他这种印度教 独一无二 然后他甚至还想修宪啊 要把印度教列为国教 你想想这会引起多大的反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有一好没有两好就是 他是很鲜明的啊 所以我就看到第一天因为票还没有完全统计完啊 知道他赢了 股票涨3% 那第二天发现他只赢了这么一点点 股票跌8% 就是戏剧性的国家啦 那我是觉得基本上他就是要修正他的路线啊 要照顾穷人 然后宗教要能够更宽容啦 不过我跟你讲哦我们台湾在印度的经营啊 是远远落后日本跟韩国啦 我们台湾在印度的企业可能没有超过100家哦 可能没有超过100家 日本有多少家你知道吗 我后来才知道日本是4000家 差非常远 那这个有一个原因 因为印度在战后初期那个尼赫鲁那个时代 他是比较跟周恩来比较好 所以他非常不喜欢讲见识 所以我们台商事实上去印度 去的时间很晚 因为我在台湾见过印度驻台代表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小时候 就看到现代汽车 现代汽车1971年就去印度了 这么早 对他一开始做零组件 那后来人家现代汽车慢慢做起来了嘛 那就从零组件变成了是一个 整车制造的公司 所以你看人家布局多早 我说日本跟韩国啦 所以赖清德说 希望台湾跟印度能够多合作 我跟你讲 你的起步落后人家非常远 非常远 照理讲日本韩国距离印度更远 可是他在印度的投资 还有产业的发展的状况 真的 我认为是遥遥遥遥领先台湾 超过20倍以上 美跟中俄 原因是因为现在发现了 俄罗斯他们的军官 竟然要在加勒比海军演 哇这件事情 事情大条了 因为那不就是美国的后花园吗 两个地方 一个是古巴 一个是委内瑞拉 那这一次呢 俄罗斯方面讲说 确实没有事先跟美军讲 美军当然必须要装作非常镇定 因为他说呢 我们不认为会构成威胁 但是我们会严密监控 地图摊胎来看 加勒比海就是在美国的旁边嘛 那如果说不管是停这边 或者是停这边 对于美国来说 当然就觉得盲刺在背啊 而且别忘了 美国之前不还讲 中国在古巴有基地 在委内瑞拉训练部队 哇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 中俄真的就连起来 对美国给出手了呢 其实现在呢 在北约这一边 美军呢也开始在思考 是不是要真的跟俄国正面交锋 好原因是因为 现在传出1.7万的美军呢 要快速投入战场 甚至开始预演跟俄罗斯开战 那这边呢 他们要开始进行联合军演之外呢 还有所谓的五条的陆地走廊 讲的就是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那就要让他们快速的进到前线 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讲法 因为呢 现在美国这边也松手了 让他们给这个乌克兰的武器 能够直接打到俄罗斯境内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说北约的无人机呢 说西班牙来的第一次呢 是开轰俄境 好 这葡萄牙所提供的无人机 那现在呢 说长城的预警雷达 就是被葡萄牙提供的无人机给摧毁了 是第一次 北约武器用来攻击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这边到底会怎么样的反击 目前还不知道 而且呢 现在还传出了说乌克兰这边的无人机营 其实呢 是有被俄罗斯这边给轰炸 那开始还讲会不会双方情势会升温 结果普京呢 突然之间拍板了 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真的没有要打 到底是谁说的 说我们的没有那个帝国野心 无意要攻击北约 甚至他还讲 这个一派胡言 很有可能 就是西方国家自己说的 他们说来要什么 他们说来要反击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借口 他认为这根本就是胡扯 好 其实呢 不只是俄乌战 现在有可能会升温 以巴战这边的大家也在担心 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现在开始讲了 是不是会开战黎巴嫩 英国金融时报这里呢 开始有提出了一些警告 那塔尼亚和他讲法是我们准备好做激烈作战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在北部这里确实有在交火 甚至呢 真主党有说要对此来负责 那就表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这边战火会不会持续的在升温 甚至铁穹也被真主党给摧毁了 所以乙军呢 再召集了5万人要准备反击 而这一些现在呢 都被说有可能会让战士进一步升温 雷巴嫩之外 还有一个是叙利亚 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又去轰叙利亚 也造成了伊朗革命固卫队的这个顾问呢 不幸丧命 所以呢 伊朗这边 不管是叙利亚 不管是雷巴嫩 他都在背后 都是那个老大哥 会不会最后还是剑指那个老大哥 看看如果伊朗参进这一局 美国会不会来救救他 好 国际局势请教亮哥 原因是因为中俄如果真的合起来 这一回又是到了加勒比海 太近了啦 美国的海军是说没在怕 但是他们会严密监控 对因为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 打到俄罗斯境内嘛 那初步了解也包括 ATACMS远程的导弹 那也包括华翔炸弹 也包括海马斯的火箭弹的系统 都可以打俄罗斯境内 那俄罗斯本来是威胁说他就用战术核武来回击嘛 对 那可是这是美国提供啦 你要打哪里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向装武剑异在配工啦 就是你要搞我是不是 那我也到你后院搞一搞 所以这个军演搞不好不是真正的军演 搞不好他趁机把某些武器交给古巴 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你记不记得 美国用那个低风系统到菲律宾的旅宋岛 那个也是一个中程导弹 你怎么知道不是中俄的联手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国际情势会越来越复杂 因为中俄大陆现在也在进入中南美洲 不过中俄大陆基本上是经济上的 那俄罗斯是军事上的 所以我是觉得 中俄联手真的有一些 在国际政治军事上的布局 你可能不能只看表面 所以你美国也在搞我 那我也来搞你 彼此心知肚明 那你说 普京说我没有要打北约了 真的吗 你普京上个礼拜讲的话 我都还记得了 说如果这个欧洲提供F-16 俄罗斯就四同是核武部署 因为F-16理论上可以设核弹 所以你如果要这样搞 那北约的人口密集的小国 你给我注意了 这个是普京讲的话 你怎么一下又忘记了 所以我说搞这种模糊战术 你说俄罗斯会不会打北约的小国 我认为第一时间讲的话多半是真的 你比较相信那个下意识 那北约小国明显提供F-16 给乌克兰的就是丹麦跟荷兰 这太明显了 所以他是不是在讲说 丹麦跟荷兰你给我小心一点 更何况那个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 就发生在丹麦的海域 所以我认为他对丹麦跟荷兰早就 早就心里不爽很久了 我觉得大家不要以为那个小国 是指立陶宛或爱沙尼亚 不是三小国 那个太弱了 太弱了 不构成他要用力的目标 那个让白俄罗斯去打就好了 因为立陶宛军队只有2万 白俄罗斯就有20万 所以哪里需要俄罗斯出手 所以我觉得他那种警告一定是 比较针对更近距的欧洲 就是说你北约不要太过分 德国也宣布了类似的主张 说德国提供的武器 都可以打俄罗斯内部 可是俄罗斯不可能去打德国 他一定是选小的打 就是这样 所以我坦白说 你说欧洲会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 就是未来你是怎么知道 俄罗斯哪里被炸了 那真的丢了什么样的武器 那以色列我坦白说 黎巴嫩真主党 去打以色列 郑重纳坦雅胡的下怀 还怕你不打 对 那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打下去了 他正希望他的战争不要结束了 南部坏结束了 对那那个 拉法这个地方已经有点不好再打了 因为国际舆论 可是这个是黎巴嫩真主党 黎巴嫩真主党 美国把他当作恐怖分子 那我去打美国没意见了吧 我看他坦雅胡大概是最高兴的人 所以我估计 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要转他的部队 到他的北方跟真主党大拼一场 那如果连铁琼 真主党都找到方法来做部分的摧毁 那以色列肯定不客气了 我认为一定是大军灰烬 痛打一番 然后让那个美国内部反对以色列打加沙的人 暂时就不讲话 就会变成这样 因为已经不是所谓的巴勒斯坦 已经变成了真主党 那个状态又不一样 这个就是纳特亚吾的计划 他本来就想这样干 战争就不会结束 终极乌铁路啊 现在终于这个已经在北京签约了 要开始动工了 今年的十月份要开始动工 终极乌铁路是三国共建的一带一路工程 习近平有提到说这是一带一路标志性的工程 因为过去就是卡在这个俄罗斯 迟迟不肯点头 那因为着这个两年前的俄乌战争开始 所以俄罗斯就开始这个态度上面 变得比较能够接受有终极乌铁路 那特别是基尔吉斯也跟这个普京讲说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铁路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适隔了两年 现在终于是签约了 未来对于这样子的沿线 也就是说建成之后可以成为 亚洲到欧洲以及波斯湾国家的一个新的运输线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克什然后一直这样子延伸到乌兹别克 通过基尔吉斯的中级乌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那将会连通中国到这个中亚国家 变成最短的路上通道 而且打通了南亚中东这些大市场 进一步的扩大地区国家的 对于中国大陆的合作 苦等了27年呢 这对于中国大陆的战略意义有多大呢 其实这是2022年普清放行的 那有外界就讲说 其实也是一种拉拢中国大陆的意味 非常的浓厚 那建成之后呢 其实也可以节省大概7到8天的时间 那克什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中国大陆通往中亚的大门 也是稳定中国西部地缘政治安全的一个基点 那人家讲说 哇这个中级乌铁路 其实不光是这个从中国通到这个中亚 这么重大的一个意义 其实也代表着中美博弈走向了高潮 根据这个边缘地带论的学说 他们是基于路权论和海权论的修正 认为说谁能够控制欧亚大陆 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 欧亚大陆的4个边缘地带 也就是欧洲 中东 印度跟东亚 这些年美国都是绕着这4个地区在做文章 那一带一路倡议呢是美国非常头痛 而且无解的一个东西 它既不是阴谋也不是骗局 而是一个千年前就已经出现过的游戏规则 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思路的现代化 一带一路也变成中国大陆通往 这个欧洲跟中东 然后中亚南亚这样子非常便利的一个管道跟渠道 那再来我们看看 除了我们讲到了中级乌铁路 这个影响到这个带动中国跟中亚 甚至是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之外呢 其实中欧班列也有一个新的这个成绩单出来 从2011年开通至今 现在发货已经超过了870万箱 而且货值超过3800亿美元 通达了欧洲25个国家跟223个城市 铺出了一条充满商机的这样的黄金通道 那特别是说这个中欧班列还拥有这个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 二联浩特 还有满洲里这些口岸 那我们就看很多的分析在讲 过去其实西方不断在抹黑 就说这个中欧班列 这是赔本邀赫 这个赚邀赫 然后入侵欧洲 可是当初黑的有多凶啊 现在就有多尴尬 因为的确喔 习近平喊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中欧班列的战略 是在2014年的APAC会议期间 他当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远大战略的一个规划 那事实上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及海上丝绸之路 是贯穿了欧亚大陆 现在目前已经通达了这个25个欧洲国家 所以影响力非常的广 那当然也带动了经济 很多像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新能源车 也是这样子搭乘的这个中欧班列 这样迈向了中亚地方 所以像是比亚迪啊什么的 就开始在中亚这边赚得盆满钵满 也是打进了这样的市场 那再来我们看看 中国大陆现在也对于美国 有一个反制措施 习近平最近发动了删除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这是华尔街日报讲到说 中芯国际 他们现在目前在提高晶片产量 那可能也会抵消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出口的一些效力 那根据中芯国际他们的这个成员 就提到了这个国际独立董事会的成员 杨光磊讲说 现在目前呢 透过一切的美国对于中国的阻止 你就是等于迫使沉睡的狮子醒来 因此中芯国际在加速国际化 要戒掉对于美国的依赖 那他们其实包含了这个中芯 金城新厂也在积极的将这个国产的半导体 纳入生产线 外媒怎么看呢 他们说这样的一个加速国际化 其实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 针对大陆来实施出口限制 试图是要削弱大陆的这个高端晶片能力 但是反倒呢 这变成了从阻力变成一个助力 让中国大陆就毛起来 就干脆我们自己本土来加速发展 那所以华尔街日报说 大陆晶片制造商中心 正在把这个国产半导体的设备纳入生产线 那就是说慢慢的 美国你可能要从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当中 你要消失了 你要被删除了 这是美国想到的结果吗 是不是对美国自己反而有伤呢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一带一路几乎可以说是 完全是习近平的政绩了 因为他2012上台 然后就在哈萨克 第一次提出这个idea 所以几乎就是在那任内完成的 这个几乎没有人认为 这个是有可能落实的 因为你要签各国要去统合关税 然后统合铁路的那个轨距 然后每一个国家都要愿意让你穿越 近乎不可能 所以他是完成了一个 坦白讲是国际地缘政治不可能的任务 那完成了之后当然就产生了 国际秩序的重大影响 第一个就是 他拉近了跟中亚的关系 那后来终极乌铁路的需求就出现了 那这个坦白讲没有俄乌战争 俄罗斯也不会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条没有经过俄罗斯 那也就意味着 他如果从乌兹别克再往上拉 比如说经过伊朗再到土耳其 那就进入南欧了嘛 那这个就是中国进入欧洲 不经过俄罗斯的一条中欧半裂 所以俄罗斯就地缘政治角度看 他本来是不可能同意的 所以吉尔吉斯 拜托了25年都没有通过 那结果就在25年的时候 因为俄乌战争就通过了 那花了两年才签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知道这条铁路有多难盖 据我了解都在做可行性评估 难度很高 好像说轨道上面有一些差异 对然后也有一些地形等等 反正就是这个如果不是中国的基建能力 坦白讲 恐怕也盖不出来 那这个第一个 就是说他跟拉近 他跟中亚的关系 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 中国中亚峰会 那其实还有更大的 就是他因为这样直通欧洲 所以欧洲 不然中国大陆跟欧洲 你凭什么去跟美国叫板 欧洲一定一面倒下美国 那就是因为中欧半裂 然后改变了整个中国跟欧洲的贸易上的关系 这当然也包括海运 因为中国大陆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他在欧洲 大概租的港口大概有将近25个 那这个就是海上思路通过去 那这个是中欧半裂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使得欧洲 逐渐的在中美之间 至少在经济上 那跟中国的经贸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杠杆 地登陆80周年 拜登去出席了 他还包含马克宏 他们都一起出席的这一场纪念活动 那他说80年前 盟军来自不同国家 但是为同样的目标而战 而当年他们所做的超越 如今人们可做的一切 并且强调盟军在战役当中的重要心 只不过呢 就是人家看到 拜登好像又出现一些奇怪的行动 比方说呢 我们直接看看画面 他在这个纪念活动上 半蹲 人家想说 怎么突然蹲下去了呢 那是要找椅子吗 还是什么 他就这样开始 他就这样玩下去 也不是深蹲 那他就原地玩下去了 在半蹲 人家说 这可能是在找椅子吧 那再来呢 还有他对于这个诺曼蒂的老板 我们平常可能会有 Give me five 但是他给人家一拳 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握完手之后 然后世界坊不停止 往人家脸上一拳 那想说你这是 这是在表达什么呢 所以这些画面 就被人家记录下来 想说拜登是不是 真的就像麦卡锡讲的 这个认知出现了一些问题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呢 那再来这个 诺曼蒂的八十周年 二十五国的政议 现在要纪念最大规模的 两期登陆 那代号D-Day的 这个诺曼蒂登陆 大家平常如果之前 有看电影的话 应该也蛮熟悉的 那这样的一个 这个纪念仪式 在法国展开 西方有二十五国的政要 都有出席 那美国的海豹部队 也飞越了法国 西北部的这个 犹他海岸 来重现八十年前的 抢滩行动 那另外呢 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 可是 好像却没有邀请 俄罗斯参与 他们说 这个因为主要是 英美两国的政府认为 俄罗斯不宜出现在 这样的场合 那普京也不是很开心 他就说 如果我们俄罗斯主权 受到威胁 是不排除会动核武的 所以感觉上面 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刻意也是把 俄罗斯排开 那拜登要展现的是什么呢 他说 我这是不会背弃乌克兰的 我们来听听 更奇妙的是说 现在美国还说 我们鼓励中国也来参加 这个乌克兰和平峰会吧 怎么会突然这样子 态度又转变了 这是米勒讲说 我们美方是鼓励中国 中方来参与这样子一个 瑞士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 就是西方这些做的一切 好像都没有在想 这个泽伦斯基如何 连拜登都这样子 等于打脸了泽伦斯基 因为泽伦斯基 就是俄罗 乌克兰有讲说 我们现在是要反击嘛 就是已经没有红线了 我们要达到俄罗斯去 结果拜登讲法是说 乌克兰不能用美国 援助的武器去攻击莫斯科 等于说 打脸泽伦斯基的一个说法 那再来 现在还有传出 这个美国会容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继续任职到2025年的春天 之后就会把他给取代 所以现在是不是 泽伦斯基所剩的日子 就在位的日子 恐怕也在倒数计时呢 那现在这个普京当然也有所预备 北约的秘书长讲说 我们没有对乌克兰有派兵的计划 但是他们在波罗的海这边 有一个最大的军演 正在进行 波罗的海行动2024 甚至他们说 就是北约成员国 去年同一样 30万的军队随时待命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北约动作不断 但是呢 俄罗斯的核动力潜舰的 四项这个军 四个军舰 要访问哈瓦那 古巴讲说 不惜核武器 对地区没有任何的威胁 感觉好像古巴是站队俄罗斯这一边 古巴的外交部就声明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核动力潜舰 还有其他几艘的海军军舰 包含巡防舰 他们这个接下来会在12到17号 来停靠古巴的首都 这让大家想到前两天 不是普京有讲吗 他的一些盟国不排除 会有帮忙参与一些反旗行动 这代表俄乌是要升级了吗 我们来问一下 亮哥怎么看 我现在美国已经允许 乌克兰用他的武器 那打到俄罗斯 大概在哈尔克夫 周边的俄罗斯境内 可是不能打莫斯科 坦白讲莫斯科还距离蛮远的 可是他允许他用的武器 大概就是ATS CMS 这种长城制导的导弹 还有滑翔炸弹 还有海马斯火箭弹系统 那美国并没有提供他战斗机 那我认为他用美国的武器 去打到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也无可奈何 不然你要对抗美国 他就放了一个话 他说他会把他的武器 交给某些国家来对抗西方 那这个指的到底是哪里 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给白俄罗斯 那白俄罗斯到底会打哪里 因为白俄罗斯往上就是立陶宛 那第二个就是他有可能把武器交给中东的国家 来打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他们也把他理解为西方 那另外还有一波武器是丹麦 还有荷兰要提供F-16 那目前俄罗斯的外长已经说了 说F-16理论上是可以发射核导弹 就是你只要那个导弹也可以装核弹头 所以他视为核武的载体 所以你F-16如果真的来攻击 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那个普京讲的话是很隐晦 他说北约有些人口很多的小国 你就注意了 你不觉得这两个小国刚好合乎条件吗 就丹麦跟荷兰 那这个事情就严重 因为丹麦跟荷兰都是 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理解的西北欧的国家 那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 那可是丹麦已经要移交F-16给乌克兰 那势必会使用 而且丹麦跟荷兰 都是公开讲说他允许乌克兰去打俄罗斯境内 有一些国家会著名条件 比如说法国也愿意提供幻象战机 可是法国就不准他打俄罗斯境内 因为法国要考虑到奥运问题 比利时也可能会提供F-16 可是也特别著名 你不可以打俄罗斯境内 可是就只有丹麦跟荷兰就公开讲这样 共对抗里面到底企业很紧张 那拜登紧不紧张呢 他自己在受访的时候 现在正在打大选 他居然说 哎呀 一带一路的失败 令人讨厌的失败倡议 哇 他直接把这个用情绪性的语言 一个总统去分析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 他说是讨厌 所以当这样讲的说法呢 立刻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回应了 毛宁说 非洲参与一带一路最积极的地区 很多国家都拥有第一条高速公路啊 第一座跨海大桥 第一工业园区啊 这就是一带一路啊 那他回应说 那你美国如果 如果认为我们失败倡议 那请美国也拿出真金白银来 为非洲发展振兴 做些实在的事 笑你没钱吗 就说笑你拿不出来啊 那所以基本上 当中国的特使 转达习近平邀请非洲领袖 要出席九月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九月要办一个中非合作论坛 那相关参与被邀请的国家 都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哪里 例如像乌干达外交部就讲 过去像这样子的公开的活动 相对会低调一些 例如前几周啊 前几天才会有公布的细节 现在就提早 现在才几月 六月份就出现这个邀请的细节都出炉了 这代表了这一次中国大陆对非洲 这一次在北京开幕的中非论坛 格外的重视要往非洲去拓展影响力吗 例如摩洛哥 大家很意外哦 为什么他特别看中摩洛哥做了很多的大笔投资呢 这个新闻告诉大家说 摩洛哥政府跟国宣高科啊 签了一个超级工厂的投资协议 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来讲是大事 那么光是第一次第一笔的投资就要13亿美元 那么最后还有预计要投资65亿美元这么高 那从五月开始 在中国汽车的电池制造商里面 一起合作要做的这些电池零组件啊 电动车啊等等 是一个月前所做出来的规划跟这个部署 目的为什么 因为这个摩洛哥啊实在是很难想象 他是一个非洲小国 他却靠着政府奖励等等 基建投资等等的 他所占的地位是超越中国 超越日本 成为欧洲汽车出口国量最大的国家 算一算每年生产70万辆汽车 然后在2030年呢 汽车中高达60%是国产的电动车 那这些车很多是卖向欧洲 这个占比非常的高 所以中国到摩洛哥去部署 当然也是为了这个往欧洲 和其他同路去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当摩洛哥寻求扩大 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 说要增进产值啊 那伙伴关系 2016到2023说翻了一番 对于摩洛哥外长来讲 是非常重要 一带一路的其中一个典范的伙伴关系 而国家旅游局在摩洛哥这里也盛大亮相 强调 不是我们的政府很期待的 所谓的观光交流吗 跟摩洛哥就是如此 跟国家旅游局一起首次参加顶级贸易盛会 还计划每年要吸引50万中国游客到这里来游旅游 跟什么中兴旅啊 三峡集团 这些集团就是要观光客的合作 电子通路的合作 设厂合作 还有要新开通的航路 这个比较是在疫情之间就暂停来的航路呢 现在也准备开启直航的班机 要马上来更多的开通 基建呢 中国的铁路打进欧非 摩洛哥这个新的高铁的初步设计合约 已经跟中国谈好要合作了 拿下来之间的基础建设啊 土方工程啊 都要进行相关的设计 那第一个大陆研发所启用的这个赛高铁动车组 在塞尔维亚亮相了 这是中国的铁路技术跟欧盟合作的 对接取得的另外一个成果 表示这个重大突破 中国高端的轨道运输设备可以走出去 第一次进到了欧洲 相对于此呢 另外一个国家是保加利亚 因为欧盟反对嘛 说各种反补贴的这个限制跟调查 所以他退出不让中国的中车 退出了这个保加利亚的标案 让西班牙去得标 就想不到西班牙承接了之后呢 却表示没有能力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做完 完成专案 搞了半天打水漂的是这个 宣布高铁工程直接取消 本来的高铁就没了 所以在这种各方的竞争底下 美国想要限制他的伙伴们 去进行跟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合作 或者是要否定一带一路 亮哥看起来是不太容易吧 本上拜登跟欧洲也有搞一个基建计划 那个GNII六千亿美元 到现在连一个个案都没有发包 发包都没有 发包不出去 因为没有人要做 不过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那些建商他们都是民营的 那你说你到一带一路 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尤其是非洲 你去想 他就想我五年就要回收 你哪有办法像中国那种融资 一下融资就是十年以上 因为它等于是 中国是很特殊的国家 它是基建的公司是国营事业 融资的是国有银行 然后又加上外交战略 它这三个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外交战略有时候要经营一个地方 它可以用20年的角度来看 所以无论如何国有银行要支持 然后国营事业就打头 开先锋 那前面几年都是赔钱的 欧美哪有这种企业 对不对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欧美甚至连落后的地方外交官都不愿意去 南太平洋美国还把大使馆给收掉 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去 所以你去想一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体制不同 所以拜登为什么感到很懊恼 因为GNII他已经提了两年 到现在一个Case都没有发包 这个就表示美国这种体制 想要在基建上 重大的工程要跟中国在第三世界竞争 真的非常困难 可是美国如果政府要提出一大笔预算 说要来支持GNII 真金白银拿出来 老百姓不会同意 你如果说是补贴国内的企业 股票还会涨干嘛 还有票 这个完全就是在 你可能要二三十年才看得出整个成果 比如说中国大陆就是这样 所以你去看 像保加利亚那个就是一种反弹 因为欧洲就觉得说 怎么每次都中国得标 结果保加利亚就变成一个政治个案 决定不给中国做 结果就废标 好散 就废标啊 下场好散 因为中国给的价格没有人能够做嘛 那保加利亚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富贵 就变成这样嘛 那这个你要我不给中国做 那你比较贵啊 那你欧盟要不要补贴我 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嘛 那保加利亚说我参加欧盟 什么好处都没有 我要给中国做 你又说这个不好 那你也不补贴我 那我怎么办 我觉得这种问题 会陆陆续续在很多领域出现 你以前比较常看到的是比如说 干高铁啦 或者是码头啦 水利建设啦 那现在越来越延伸了 因为中国大陆 越来越多东西做得出来了 以后还有飞机啊 汽车啊 一大堆领域都跑进来了 晶片啊 那你就会越来越尴尬